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斯普拉頓3前業績活動相關事項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即將在9月9號發行的斯普拉頓3 表定於8月28號台灣時間早上8點到晚上8點推出前業績活動 也就是俗稱的遊戲試玩體驗班 這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斯普拉頓祭典是什麼 這是每隔一段時間任天堂官方就會在斯普拉頓遊戲中舉辦各式主題 由玩家進行投票來加入隊伍 不同陣營隊伍進行徒弟對抗來為自己的隊伍獲得分數 在二代的祭典中最後已得票率挑戰&普通模式這三項來祭分 判定最後的贏家 這次三代的判定分數不確定是否也是這樣執行 對於沒有入手過的玩家這次的前業績 非常適合先來小試伸手 感受斯普拉頓祭典的歡樂、多元的色彩以及團隊合作的快樂 其中在祭典的場次內有區分挑戰模式及普通模式 挑戰模式有點類似天梯的概念 在為了自己的隊伍拚命之餘 也可以挑戰看看自己的分數能到多高 至於普通模式就沒有分數的差別了 兩個模式都會有隊伍的貢獻度 其中祭典最讚的地方 就是會出現單場10倍祭分或是100倍祭分 這可關乎隊伍大大提升勝率的關鍵 如果遇到的朋友們要加油謹慎 然而這次三代的前業績非常的不一樣 首次啟用了三色奪寶對戰 在活動的前六個小時 都是如同之前的祭典與不同隊伍PK 後面六個小時就會進入三色奪寶對戰 即是由前六個小時區分出來的 第一組別的四位玩家位於場地中央 第二名組別及第三名組別的各兩位玩家 分別於左邊場地及右邊場地 三支隊伍一起進行徒弟對抗 這次的組別分別是剪刀組、石頭組或是部族 然而在三色奪寶對戰中 還有新的道具超級信號可以使用 不過目前還沒有看出來有什麼作用耶 應該不會是後面那個有一支在噴沒的大型灑水器吧 好的回到這一次的前業績的注意事項 這一次的活動時間開始於8月28號星期日 台灣時間早上8點到晚上8點 早上8點到下午2點是上半艙 下午2點到晚上8點是下半艙 重點來了 斯普拉頓三前業績即日期的現在 沒錯就是現在 可以開始接受免費預約 詳細連結我會放在說明欄 於8月18日星期四開放逐步下載 然後8月25號星期四可以啟動遊戲 進行教學和祭典隊伍的投票 非常的關鍵大家一定要記得喔 事前預約即日期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首先點擊說明欄內的網址 進到網頁後點擊免費預購 之後會出現預約內容確認 然後出現完成畫面這樣就OK啦 到時候就等待8月14號星期四開放逐步下載 8月25日星期四體驗教學模式 8月28號星期日就開始爆玩一波啦 這次的隊伍前鬥石頭部三個組別 我目前自己還猶豫不決鐘啊 不過確定好之後會在YT及這個推特公布選定的隊伍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同一隊一起奮鬥啊 真的是好興奮啊 明天還不是28號嗎 好的今天分享的內容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喔 那麼我們就期待在前夜季 與大家線上相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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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